Hello大家好,Lil Simon Simon现在手上拿着这一支是一个地带的黑水滚 有力黑 然后这一个是16610的 那今天主要任务是拿这支表去做个翻新 再把整备好的4500V将史丹顿拿回来 第一次是去维修师傅 其实这个师傅跟我们合作有很久了 有十年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说一下这一块表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一个呢是一个旧款的有力黑16610 那现在新款的是126610 那第二代的话就是116610 这一块表呢是当时表友他说有个朋友欠他的款 然后直接给了一支单票给他 那他也不知道这支表是真是假 可能旧的一代 旧的一代然后跟别人的那个有力黑有点出入 他就感觉这表好像是有点不像正品 Simon就看了一下 寄完过来我看一下是确定他是正品的 但是由于他是单表呢 所以Simon还是建议 自检走了一个徐步天 600元走这个徐步天呢 检测出来 他整支表的样品呢 除了橙色稍微差一点之外 其他都是正品的 然后换这个4500V 刚好那天我又送了4500V去做翻新保养 那整体外观翻新完之后呢 就是一个99星的状态 所以呢 现在就是这一块表 自换那个4500V 那现在到维修师傅这边店面了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第一代的黑水柜 它的扣是怎么样 它扣是这一种旧的扣的 那现在来到这里就把这一个 第一代有力黑放这里 然后该整备的整备 那刚好说一下有力黑 在所有的行情 一代二代三代 就区间是5到10之间 那最新全新的新款呢 9.9左右 那如果二手的话就9出头 8出头 还有二代的话就是7万多二手的话 然后包括这一个旧的 其实它旧的那个盘面 跟机芯 跟二代是一样的 都是3135的 单表的话就5多点 然后全套的话也是6左右吧 6加一点点吧 那带的行情是这样子 那在这边就刚好也拿回了前几天 弄的这一只后转的劳力士 那如果这个是原香转的话 这一款表是300多的 全新300多的 然后也做了一个学步天 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也同时查了码 这一块查了码 它是一个116509改的盘后的转 然后这一个现在是白金款 20多 我今天主要目的是拿回这个VC 45001大三针的一个黑盘 工价是17.2的 然后这一款是二手的 下一番新完之后 整体的橙色都99星了 那今天Simon外出 五代的这一只是一个玫瑰金滴滴 工价是32W就 然后这个是二年的 大概是27多点 这样子很漂亮整体的城市 然后也拿回这一只20多 那原价是300多了 然后这一个是工价17万多 所以Simon今天带出来的表 大概是有60多W的 回去了 回到工作室了 给大家看一下 江斯丹顿4500 这个黑盘的一个全套东西 这个是说明书 日内瓦的证书 还有一个保卡 还有它原装的这两条皮带 还有它这个扣是用于那个皮带的 因为45001这个是快拆来的 快拆的话就是它这里有个扣 直接扣在那个表带 就自己个人拆都可以 换表带很方便 这个是韦瑞亚的一条表带 那它整套就是这样子了 那今天Simon带的那个滴滴 这一款玫瑰金滴滴是一个 这叫超大盒 滴滴的都是超大盒 你看这个是中和 这个是中和 给它对比一下超大盒跟中和的一个大小 那我们说一下这个江斯丹顿的一个行情 那黑盘跟白盘溢价是不高的 然后二手的话都是16左右就可以拿了 那公价是17.2的 然后全新的话是接近18左右 那蓝盘呢就溢价非常高了 蓝盘要去到23左右的 最近工作室来的硬货也挺多的 你看两个AP 还有这一个后装的 这些渐变蓝的 最近来的硬货也好多 还有一个冰蓝迪的滴滴 冰蓝迪的滴滴呢就没有放在这里 就放在同行那边搭档那边卖 这一个是全金的黑天行 然后这一个是钢带的黑天行 钢带黑天行 这个就12万多也是二手的一个 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些表了 要了解一下最近的一个行情 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这也是Simon 拜拜